你不敢嘲讽 陆组长 知道你们要来 该准备的东西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看还有什么 需要我们配合的 您这是嘲讽我呀 还是嘲讽检察院呀 陆组长看您这话说的 我既不敢嘲讽您 我也不敢嘲讽检察院 我们山水集团 一路以来都非常痛恨腐败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都会配合工作 痛恨腐败就好 我还以为你喜欢呢 陆组长真会开玩笑啊 各位 镜头下办交接 您的高总啊 到时候找我们算后账 陆组长 你又小气了不是 对 那我今天特意准备的摄像机 加上你们的两台摄像机 一共三台 我相信今天没人敢讨鬼 刘总啊 你这是何必呢 让自己那么难堪 又让我们难做 我们今天来找你 只不过是一次例行传讯 少来这一趟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的 这个摄像机看到没有 是监督我们执法用的 现在啊把你的一举一动 全都拍下来了 等你哪天冷静下来回头看看 我保证你会后悔莫及的 我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了 我早知道我军心该停笔了 我早点出国 出国 像丁一真那样流至大吉 我告诉你 丁一真现在在美国 餐厅里给人洗盘子 还受当地黑社会的威胁 你哄小孩呢 你怎么不说他直接死了呢 人家在非洲开金矿好着呢 谁告诉你呢 你要是告诉我 是谁告诉你呢 我算你立功 好两瓶 你太想立功了吧 逮着我你也离一大功了 你做梦 我知道你 六亲不认 落在你手上就毁了 恰恰相反 落在我手上你就得救了 来来来先下来下来啊 你让他们就推过去 好 好 你们 出去吧 我和刘总单独谈谈 下来吧 站住 你就在那儿坐下 有事在那儿说 他把一只脚垮上来了 好 最好让他自己跳下去 你不要死老虎啊 先别开枪 让他自己了断 这样咱们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把这些全部都打开 陆处长 既然他们交接工作 还得坐一会儿 要不 咱们出去走走 好啊 走 请 陈清泉你的刑期一马 献与失望 请在这里签坐 好好好 陈清泉 你涉嫌职务犯罪 被拘留了 签字吧 我说你们衔接得挺好啊 杜处长 觉得我这儿怎么样了 他们都说在你这儿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办不到的 不是有一个法院的副院长 在你这儿调杨济 落了马吗 这事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 我也是后来回来之后 酒店的经理告诉我的 其实那个副院长他真挺憋慌的 人家真是来学派业的 说真的啊 说真的啊 高总 我应该没比你大几岁吧 你怎么会涉事这么深 这一点 我挺诧异的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 陆处长 您的母亲是法官 您的父亲是军队的干部 您生活在一个可以帮你安排一切的 权贵家庭 我 你开我什么玩笑呢 如果我路易可是权贵的话 那你的山水庄园 是不是该给我点股份呢 赵立春书记的公子 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股东吗 有股份就得担风险 但我不知道陆处长 您愿不愿意担这个风险啊 教我的军 我没教你的军 我实话实说 您这么想了解我 那我就跟你说说吧 我跟你不一样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我能有今天的位置 是靠我自己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 其实说心里话 我挺为自己自豪的 的确是 十年间 创造了一个 几十亿上百亿的王国 的确是个奇迹 所以我要感谢这个创造 伟大奇迹的时代呀 你知道我经常跟我的员工说什么 一个人只要有理想救能力 他就能创造奇迹 你看看我 除了能力之外什么都没有 可是今天 不是还是一样 创造了山水集团这个奇迹吗 这个奇迹 是权力创造的 还是能力创造的 当然是能力 陆处长 我认为 人的能力除外的一切东西 都是零 这还有待考证 不过高总 扫黄 在你这儿扫出了一个 贪赃枉法的法院副院长 为此你就没有一丁点的 害怕担心吗 哪怕一点点 我是开酒店的 我只能管酒店 我管不了别人的到的品质 像这样的知恩书喽 哪家酒店都有 我不知道我应该害怕 或者担心什么 有些事啊 我们管不了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 还是活在当下 您看看 这么蓝的天 这么白的云 这么美好的空气 我们应该好好享受才是 要说真有什么要担心的事 还真有 那就是人生苦短啊 陆处长 您不觉得吗 你的心也太宽了 你的心也太宽了 要我是你的话 我就会问问自己 在我发家致富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存在着巧取豪夺 有没有民众的血泪 血泪 陆处长 这是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 你不让别人流血泪 别人就让你流血泪 别人就让你流血泪 你就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些 失地的农民 下岗的员工吗 我不知道 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陆处长 我们山水集团的每一份土地 那都是合理合法过户来的 对于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 我们集团做出了应有的赔偿 至于那些下岗的工人 我不但没让他们下岗 我还给他们提供了 几百个就业的机会 那大风厂 那些即将下岗 一千多名工人呢 你怎么看 陆处长 您这问题问得就更奇怪了 这问题您不是应该去问 大风厂的厂长 那个奸商蔡成功吗 问问他为什么 把好好的大风厂 就这么给高垮了 刘总 在部队当过侦察员 还救过大伙中的小孩 立过三等功 可你今天如果拒捕自杀 那这脸可就丢大了 你怎么面对你地下的长辈 行啊 侯局长 没少调查我呀 你的案子嘛 不做调查那是我失职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亲自来了 就是怕你情绪失控 发生什么意外 你不来我什么意外也发生不了 我知道你 侯连平你是个狠角色 可你别忘了 我刘新建也不是吃干饭的 小赵没那么简单 可是刘总啊 你这国企的老总 就这么坐在窗台上 太不想管了 我建议你啊 想跳就跳 不跳就给我回来 不过我让你跳之前好好想一想 这么跳值不值得 值 我讲一起怎么了 我敢打赌 你只要跳了 人还没落地你就会后悔 你想想 你死了 你那帮朋友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 这不太公平吧 刘总啊 我知道你是老革命的后代 要面子 可这么跳下去就有面子了吗 你爷爷在地下会骂死你 他老人家当年可是打鬼子牺牲的 还有你老婆 荆州最大民族资本家的大小姐 生长在荆窝银窝 可是视荆钱如粪土 据资料记载 当年荆州党组织的经费 都是你姥姥提供 你想想 你要是这么跳下去死 你如何面对你姥姥和你爷爷 我知道他们是党员 你也是党员 你对比一下 你走到今天这一步 和他们差了些什么呀 差的是信仰 因为你失去了信仰 放屁 你才失去信仰了呢 侯亮平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龙哥 这软弹没有勇气跳下去 我看到了 准备去计 是 财神工就是个奸商 那你那山水庄园呢 真就这么清白吗 你能告诉我 你的财务处长是怎么死的 我的财务处长 您刚才不是见过了吗 他现在不是正跟您的手下 办交接的吗 你知道我在说谁 那个前不久 在盐台山滴水洞死去的那个 跟着你创业十几年的财务处长 你不会把他忘了吧 刘庆祝 我怎么能忘了呢 是个好人 好人是怎么死的 有人说 他是被吓死的 谁还能被人给吓死呀 陆处长 您真会开玩笑 他也是死于心脏病突发 我当时知道这个事的时候 派了我们办公室的主任 马上就赶过去 想尽一切的办法抢救他 只可惜最后 还是没能救过来 我们大家也都挺伤心的 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同事 事发后 你倒是去他们家表示了慰问 而且 还代表了高玉良书记 表示的慰问 我去他们家慰问是事实 但要说我代表了省委高玉良书记 那就是诽谤了 陆处长 您觉得我算老几啊 我能代表高玉良书记 你不认为高玉良书记 外面人都说呀 你高晓芹的高 跟高玉良的高 是一个高 我倒幸是 可惜呀 也真不是 好 我马上就过来 高总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接下来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工作 您随时通知我们 我估计呀 会常委 随时会议 你知道吗 这个新中国 这个国家是谁大下来的 是我爷爷 我老了他们那一杯无产阶级革革命家 偷头颅撒冷血换来的 不是你 你是作响欺承者 你没资格说我 你是共产党员吗 你能背得了共产党宣言吗 刘总 你还能背得了共产党宣言 目标一直在动 老虎在找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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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剿灭这个神圣的幽灵 一切救世里都团结起来了 教皇 沙皇 梅特涅基组 法国的基金派 德国的警察 都团结起来了 无产阶级 失去的是枷锁 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快 放开 放开我 侯两瓶 侯两瓶你耍流氓 放开我侯两瓶 你是无产阶级 你得到了锁链 失去的将是整个人生 大哥 侯两瓶 你凭什么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会后悔吗 后两瓶 厅长 事情紧急 我不得不来机场接你 刘兴建被抓了 我们怎么办 撤吗 撤离的事情 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账面我基本上已经抹平了 可是资金 确实还没转出去多少 那你就不能撤了 我可不希望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全部都白费了 再说 你现在就是想走也未必走得了 刘兴建可是个软骨头 我听说他被抓的时候出进了洋相 你觉得他能给我们留时间吗 刘兴建出洋相可能当时被抓的时候 他自己脑子短路了 我相信他会迅速清醒的 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跟我们留时间 那侯亮平呢 我可听说他一早就提省了刘兴建 他能跟我们留时间吗 我现在就是要和侯亮平抢时间 刘兴建自己做过什么 他心里非常清楚 他应该知道 给我们留时间 就是得给他自己留时间 行 先上车吧 好 侯亮平眼前的这个奇葩 被局时还能流畅地表演背诵 共产党宣言 听说连资本论都能大断背诵 看来这个刘兴建还是有些理论功底的 这要得益于他给赵立春当大秘师 下的一番苦功吧 刘总 昨天真是精彩啊 那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 其实昨天咱们聊得不错 如果你再冷静一些那就更好了 丢人 丢人了啊 你是大型国企的老总 又当过侦察兵 昨天你的举动就说明了 你知道自己做过些什么 也知道我们反贪局 为什么来找你是不是 何姐 我能说点实话吗 好 实话实说嘛 好 说心里话 这些年我知道一直有人在不停地告 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想从我这个当秘书的身上 打干缺口 给我们赵立春书记吃到麻烦 从秘书身上下手 这是很多人惯用的伎俩 刘兴建再给我们时间我们也救不了他 他现在人在侯亮平那儿啊 救 肯定是救不了 争取能够就事论事吧 只要老康山不倒 我们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那你觉得 老康山会倒吗 现在外面传言很多 我们没有退路 老康山同样 也没有退路 你是说他会动用一切的力量和权力 和沙瑞青斗法 他斗得过吗 斗得过斗不过 我们先姑且不说 但是有一点啊 我们必须要利用这段时间 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先处理干净 我怎么处理啊 汉东有起的账 被侯亮平全给封掉了呀 有人比我们紧 着急的人来电话吧 喂 卫龙啊 我在赵立春同志身边 当了八年的秘书 可以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秘书 比李达康当年任期都长 赵立春书记一直非常陷入 赵立春书记调到北京以后 打住打住 别一口一个立春书记立春书记的 立春书记不是你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刚才还说昨天聊得不错呢 怎么 脑子又短路了 我是在陈述事实 好 那我们就接着昨天的事实继续聊 谁告诉你丁义珍在非洲开金矿的 不会是立春同志吧 我 我说过这话 当然说过了 我们都是有录音录像的 那个 我 我就是 随口说了那么一句可能是 基本太轻了 也不知道是谁 这个跟我说过丁义珍 好像在非洲开了个黄金公司 不是 齐同伟你什么意思啊 跑了爷子那儿告狗状去 让他骂我一顿 你诚心话有事是不是 汇报是玉良书记的指示啊 我不能不去吧 那刘健健被抓了 你汇报了吗 这是突发事件啊 我说锐龙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没跟老爷子汇报吗 行行行 这事别在电话里说了 你马上过来 我在宾馆里 这也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 丁义珍在非洲开金矿 这么大的秘密 是谁告诉你的 是啊 谁告诉你的 我是追逃小组的成员 我都不知道 我 记不清了 忘了是谁在我耳边 随口那么嘀咕了一句 那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是不是就后悔了呢 觉得自己也该早点 像丁义珍一样去非洲 逃避中国法律的惩罚 过上幸福的日子是不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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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 我真是就是随口下说的 别 别当这样啊 我可以不当真 我也告诉你一个事实 据我们追逃小组掌握的情况 丁义珍在非洲的日子 过得很艰难 我判断 丁义珍不死于 非洲恶劣的治安环境 就算她走运了 她未来最幸福的日子 就是和你一起 在国内的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重新做人 干啥你们 王校长 好久不见哪 能认出你了吧 好了是上海有客 不认识呢 王校长 能一口上海话讲得实在是好 您啊 我 阿尔法公司的挣钱 郑总 郑大导演 好了不认识呢 肯定不认识呢 这下认识了吧 你 你们怎么打人呢你 王校长 农会好好说话了 你说说你啊 你骗骗国家也就算了吧 你敢骗我 郑总 那个李警官口误 郑总 你这没有这么说话的 对对对 国家是说骗就骗的吗 骗国家那也得有资格 我 我让你骗国家我骗国家 行 带他走 走 走 真疼哪 包总 刚才这招 以后别用我身上 看你表现了 这批衣服很快就完工了 完工啊 来 郑总 你看看咱们厂这活 不是吹 质量比任何国际名牌都不差 老厂员工技术好啊 马叔 要说你们这技术 那是没得说 可就是效率 马叔 我很替你们担心的 你说一共就五千套保安符 你们都做了多长时间 还没做完 咱们 这不是老要跟政府打游击吗 政府他老是来封门呢 都封了三次了 又来了 又来了 现在就在三车间门口 你爸爸呀 他正在应付着呢 都尊看看去 看看 这封条都贴了好几回来 您就别再撕了 您说这要是发生意外怎么办 就是 像上次一样发生激烈冲突 我们怎么办 我们也不想发生冲突 我们也不想站场 但是您得给我们一块地建好了 新厂我们才能搬出去啊 这跟那个住房子拆迁是一样的 您得给人一个新房子 人家搬出去 你才能拆老房子呢 您是这意思吧 是 是 郑师傅您听我说 这得由孙区长他决定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 就是啊 郑师傅 我们只是跑腿办事的 这封条您撕了 我们还要再过来贴 您就行行好 不要再折腾我们了 你们哪也行行好 给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口饭吃 是不是啊 好 既然你不清楚消息的来源 那咱们就把这个话题 先放到一边 现在聊一聊 你山水庄园的那些朋友吧 山水庄园 您说的是哪些朋友 京城和你聚会的朋友啊 高晓晴 陈清泉 还有赵立春书记的儿子赵锐龙 还有那个逃跑的丁一贞 对 还有丁一贞 你们差点合伙开金矿吧 我跟他说了 让他到非洲 找丁一贞开金矿去 他不去呀 那我有什么办法 他不干你就真的没办法了 我也没闲着呀 我那不老虎也叫过来了吗 结果这 这犹豫了一下 错失良机了 你这一个疏忽 我得用多大的力气来弥搏 你又不是不知道 游新剑不同于陈清泉 他肚子里的秘密可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他要是被恐破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呀 我这不把你请过来商量吗 看怎么能把刘新剑那货也给除掉 这个 这个 大家听我说 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 这政府的封条能随便撕满 你们还有没有法律意义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厂子 我们工人要吃饭哪 就是啊 你们把封条再贴上 我们肯定还要撕 除非你们解决我们的厂房问题 对 这是前提条件 你不解决 对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马叔 我觉得您说得不太好 那你说这贴封条也是人家的工作 人家刚一贴上 你们就给撕了 让他们回去怎么交差呀 是 是吧 您好 请问您 这位同志您贵姓 我姓金 您好 您好 金同志 您好 您好 但是咱们的话又说回来了 你看看这些叔叔阿姨们 个个都要养家糊口 你把大门一封不要紧 可是他们怎么办啊 个个等着买米下锅呢 爸 要不我来出个主意吧 这样 这个车间大门 你们该封赵封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不长啊 这 爸 这 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 这个大门 让他们该封照封 但是把窗户给咱们留下 以后呢 咱们工人上下班 全都躲窗户 这一点倒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 这样呢 一来你们可以回去交差 二来了 也免了咱们之间的矛盾冲突 但是我提一点 您看这个厂子 能不能晚上上班 不要让大家看见 叫我们回去嘛 也好交个差啊 别说这条是个办法啊 他们交了差 咱们干了活 对嘛 马卫明 这么着 咱们哪 改 白班改夜班 就这么办 我跟他们 我跟他们 其实情况很简单 就是普通朋友 很正常 就社交嘛 你和高晓晴的关系 没那么一般吧 举个例子 你和高晓晴的关系一般吗 你们汉东油气集团 和山水集团 每年有合作项目 也有资金往来 有个有趣的地方 我注意到了 你们公司每年要通过 山水集团 放几笔过桥高利贷 是不是 这个企业之间 互相撑点资金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但是放高利贷不正常啊 是不是违反了 国家规定的 还有 赚到的高额利息 放到自己的口袋 就更不正常了 是 我承认 这个 为了给大伙 谋点福利 违反了财务制度 这个我确实有责任 但是我 没有给国家造成 任何损失啊 没有损失吗 那大风项目七个亿 是怎么回事啊 这事咱们不商量了 现在想出掉刘新剑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么办 我会托人戴花给他 会告诉他 老书记对他目前这个状况 不会置之不理的 我们会在外边 通过运作关系来保住他 只要他能够扛住 那你就跟他说 只要他扛住了别乱咬 属于他那一份 永远都是他的 而且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尤其是他的儿子 必定是兄弟一场嘛 你说呢 你知道 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是谁吗 侯良平 他会千方百计地 撬开刘新剑的嘴 继而攻破山水集团 一旦山水集团被攻破的话 你们家老爷子 你 我 我们所有这套下人的朋友 谁都逃不过这场灾业 你还怪我 这刘新剑那是当断不断的 其实真正的霍根 就那侯良平 你怎么早不把他给除掉啊 连续干掉两任反弹局长 白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问题是 你不把他除掉 随时把咱们给连锅断了 你知道吗 再弄一次意外事物 那 老虎还没走呢 让他赶 后来明这个人 生心谨慎 他一直在检察院 反弹局待着 怎么 你让老虎直接闯进去 拨命也不是赠个死法啊 今天真是麻烦二位了啊 以后咱们常联系 好吗 好的 要不然中午咱们 一起吃个饭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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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 因为我们现在管着盐嘛 行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啊 行 再见 金哥 再见 再见 马云明 小心点 那果子可烫人 你放心吧 什么事这是 在自己厂子干活 跟做贼似的 我说爸呀 您就别发牢骚了 今天您做贼的这个权利 还是您儿子 帮您争取来的呢 那个 那个就是个更正常的 项目投资啊 他们公司出地 我们公司出钱 去盖一些酒店啊 写字楼什么的 这个项目我们可是经过 非常严格的科学论证的 科学论证之后 就把七个亿打到山水集团了 对啊 那 有些细节我记不太清了 那都应该是 两三年前的事了吧 七个亿吧 这就记不清了 那我再问你 你把七个亿 打到山水集团的时候 这块地 是否已经在山水集团名下了 应该在啊 要不然 怎么会有合作基础 是吧 不对吧 据我们了解 这块地直到现在 都没有完成招拍挂 在山水庄园 齐县厅长 你可真有想象力 那可靠的不是想象力 是智慧 我们现在必须跟何亮平 争取时间 不是 那这行动细节 你是不是还得跟高总说 这事啊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既然是知道 人越少越好 你还跟他谈什么条件啊 直接干了 他不就完了吗 那东北话不说了吗 他能动手 咱这背也操不操 动手呢 是下策 我们必须要做两手准备 要么 让他答应我们的条件 要么 他得给我永远闭嘴 现在啊 双方都是名牌了 那何亮平 还敢来吗 我太了解这个人了 他一定会来的 因为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是个机会 他不会错过的 我安排 我安排 怎么 又不愿意说了 好 喂 猴子 是我 那个赵锐龙过来了 他想见见你 是历春老书记的意思 你看你是见还是不见啊 如果还是行的话 晚上咱们在山市庄园 好好聚聚 这现在定不下来啊 我正在看守所提审的 我知道 你在审那个刘欣贱吗 其实要我说呀 你没必要什么都势必攻勤 让下人去审 潇洒点 是 是 老学长 我是得向你好好学习 该如何潇洒了 那个 另外啊 山水集团的高总呢 也想见见你 他想问问你 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说实话啊 你的人呢 从那儿拿走了 好几代的账本 让阿气早不高兴了 真是罪过呀 那我晚上争取过来吧 当面请教 这错了就赔罪嘛 那行 六点 我让程度去检察院借你 好 晚上山水见了 好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了 周长 我在这个问题提纲里 列了十个问题 一会儿你给刘总看看 好的 刘总 那十个问题 希望你回去好好想想 咱们下次可以聊得顺利一些 老郑啊 要我说啊 你这个董事长 干脆让你儿子赶算了 你觉得这小子靠谱吗 反正比你靠谱 人家那给宅啊 弄来活儿 赚到钱 情商也高 网就怕他不走正道 现如今哪 路子太正了也不行 恐怕连弓都没得打 真的 也是 咱们可以跟他来个网上合作 他们二法公司不是闹什么 网上商城吗 直销男女时装 大女销咱们做 这个办法好啊 好是好 你看 连个正经厂房都没有 上班得翻窗户 好了 怎么样 他们天天跟人打架 我去两句话摆平了 不就是一个风条吗 不过现在马文明 真的可服你了 说让你当新大风的董事长 你喂 打住 我可不干啊 他们场现在什么状况你看见了吧 我给他们弄了五千道百万制服的活儿 都多长时间了 现在还没弄明白呢 可是人家有几百万的股金了 所以说 我要跟他们访人合作 咱们下定单 让他们干活儿 利用他们的资金 一点都对 反正他们那钱 闲着也是闲着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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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叔叔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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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吃饭 吃饭了 我吃饭了 我吃饭了 快点回来吃饭了 吃饭了 这儿给人家吃饭了 小汤 小汤 马师傅 郑主席 你怎么每天都吃咸菜啊 这受得了吗 哪有什么受不了的 我都习惯了 都是 我们家王文革他 王文革怎么办 他不出院了吗 就是以为出院了 我才担惊受怕的呀 您不知道 他没事整天到处瞎转悠 还说是 要把蔡成功 弄丢的骨峰给找回来 您说他不是说疯话吗 我真担心 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这么着 明天啊 我和老马跟他聊聊 给他刮看心 好啊 好啊 谢谢郑主席 您不知道 我是 再也进不起事了 真是猖狂 我们这边正在省 赵立春的前秘书刘新健 这赵立春的大公子都来了 来 来干什么呀 来干什么 这明摆着捞人啊 那就让他们捞 咱们趁机啊 把他们全都拉下嘛 让我看 刘山 怎么是你啊 小义父 我已经快到你们京州了 你来京州了 你在火车上啊 对 我在高铁上 你说你不在北京好好看家 你来京州干什么呀 我来应骗啊 京州阿尔法信息公司招聘呢 那你小姨知道吗 小姨知道 小姨让你放心 我面试完就回去 那好 宝宝 酒多饭饱了吧 那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还有事 我呀 要面试一个北京来的 首席服装设计师 我知道 就是那个 扫除一些害人虫是吧 就是他 一个特仗义的哥们 是哥们啊 还是姐妹啊 当然是哥们了 你真逗你看 程程里有警告你 你可是个 结了婚的人了啊 那我回忆一下 假的呀 那婚是花二百五十块钱 结的